还要看到这场放声活动居然发生了意外 在高雄有一群民众拿着鱼虾去放声 不过呢其中一名男子脚一滑居然失足落海了 而大伙七手八脚想要把他拉上岸 但无奈这个销坡快实在太高 男子整个人竟然卡住了 后来好在消防队员及时赶到才化解危机 拿鱼虾去高雄磕在聊鱼港放声 没想到自己居然落海 男子不小心失足掉进海里 民众看了大惊失色 赶紧把他拉上来 单案变得消破块实在太高 男子整个人卡在上面动弹不得 消防队员赶到用锦圈和长背板将他固定拖到岸上 好不容易把人救上来 男子头部有五额无分的撕裂伤 四肢发麻脊椎也可能受伤 但还好夜市清醒被送于急救 一场别具意义的放声活动 演变成救难事件 始料未及